剛聽到Stanley說的一句 我一直以為台灣人都是一直很團結 我一直以為是這樣子 因為開這個公司之前 我本來就是唱婚禮 過動這些公司之後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一直跟很多公關公司 一些婚顧什麼都一起合作 但是我後來我得了一個非常不好的經驗 讓我超不爽 開這個公司之後 那有一個客戶就跟我說 阿杜里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有一個活動 你先把時間保留下來 那我就說好 我就聽你的 然後就說 然後後來有一客人打電話給我說 阿杜里這個時間有空嗎 那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時間我已經保留給別的客戶 我先打電話問一下 又打電話問那個客戶 我就說不好意思 這個現在這個日期 現在有別的客戶 你確定這個活動是確定的嗎 對 確定了 好 就聽你的 然後跟客戶說不好意思 這個日期我就沒有膽氣了 不好意思 然後就過了一陣子 突然 慢慢接近那個日期的時候 本來那個公關公司跟我說 不好意思 這個案子 我沒有接到 然後想說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說 沒關係 算了 就這樣子 都確定了 然後就算了 不要再吵 後來我聽到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公關公司一直跟我說 這個時間是保留下來給我 其實他想要買別的 他自己公司的一個歌手 賣給客戶 所以一直跟客戶說 我沒有時間 我們是頭顱轉縫 對 我們是同一個客戶 我們是同一個客戶 那個客戶一直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想跟我合作 不想跟這個人合作 OK 那一直跟這個人說 不好意思 我就是想聽對 他說 OK 就是騙來的 一定是因為你太貴了 什麼 什麼意思 我沒有太貴啊 我跟你說小亮哥 如果你要開TOYOTA 你就有開TOYOTA的價錢 對 是不是 如果你要買一台BENZ 你就是要有BENZ的價錢 是不是 對 所以你是TOYOTA的價格 沒有 你把自己當作一個TOYOTA 你永遠就是一個TOYOTA 是不是 OK 我不是把自己當作一個BENZ 沒有 這樣合理 因為藝能界本來是同工 不同酬的 是 但是人家要找你 又被他這樣槓掉 這樣是很不道德的 對啊 這是滿的過分的 你公司抓到以後 你有處理他嗎 我沒有處理 我就是覺得之後 我就是停止跟所有其他的 一些公關公司 還有那些混故的什麼的 我盡量不合作 這在台灣也都會 有一點因噎廢數的 被抓到了 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就算台灣人 我一直覺得都很好 但是有一些人 不太能相信 我覺得 健哥你越人無數 你看他們適合做什麼樣的一個產業 做什麼樣的產業 我覺得 貿易是很OK的 貿易總是會存在 對 互通有無 為什麼你知道 美國有的 我們美國有什麼 然後可以賣到台灣 對 台灣有什麼 我可以賣到巴西 對不對 然後你開貿易公司 但是基本上 兩個員工已經夠了 真的 國際貿易 你就是 我就賣來賣去 互相 你本身沒有成本 然後突然間想不幹了 就關掉 就OK 這是我覺得貿易是可以做的 很簡單 有的時候忙一忙 你請個公讀生也差不多了 對 最笨的就比如說 那章魚燒店你覺得 章魚燒呢 這個還撐著 還撐著 章魚燒 可是因為租約到明年 是 對 他很尷尬 今年也沒有客人了 剛剛我沒有給你建議 原因是 你沒有問到 你現在這個店頭生意 把它越做越小 我現在公司業績最好的是什麼 就是網路銷售 你有做外賣嗎 外賣 因為我們在雲燒的那個 做法的關係 就是 沒辦法外賣 我用外賣 但是沒辦法外送 那是一樣的意思 沒有 就是可以外帶 對 他們客人自己過來外帶 或許 大概五分鐘的方圍 我可以就是 對 不然會塌掉 那個冷掉就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沒有 他本來就是不好吃 不好吃啊 不要罵髒話 而且他說章魚燒 結果客人買回去一咬 裡面是蝦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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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章魚燒 你可以改賣車輪餅或什麼 同一系列 對 你只要不用 那個模板是一樣 那個模板是一樣 我這個店裡面叫章魚燒 然後鯛魚燒 鯛魚燒 大阪燒 然後車輪餅 對 或什麼 哇 你會賺 對 對 那個在台大附近有一家 那個店 排大排長龍 那排隊 那一天營業有多少 然後你機器要拍他 不給拍 因為他怕被瞌睡 會 要嘗試店會 戲院旁邊 對 那這樣六位講下來 他們現在還有的行業 你如果真的要投 你會投哪一支 會投哪一個是嗎 對 如果有一些冤枉錢的話 我有經濟公司 經濟公司開35年了 對 已經有經濟了 30多年了 30幾年的 他那一家公司就是 阿爾發唱片了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台灣最有名的唱片公司 已經是歷史的 阿爾發這個已經 那你對黑眼歌手有興趣嗎 沒有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吧 太快了 你有沒有給人家面子 不行 那你要投資哪一位 如果硬要挑一個的話 硬要投資一位的話 對 你會覺得有機會的 有機會喔 不好選對不對 不好選 我目前有在做的就是 經濟公司嘛 對 台灣算比較大的經濟公司 對 其他貿易 我是一直都有在做 比如我剛剛賣給美國那個 乾洗手 賣了 賣了 一百 賣了一百 一百K 不是一百 一百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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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千的千耶 一億平 是喔 那你需要一個黑人 可以幫你去美國 幫你賣這些東西嗎 喔 我的二女兒 我的 因為她的英文還好 她的二女兒就是黑人 她的二女兒就是黑人 那 你的二女兒 這件事 我們家英文 隨便亂講啊 英文最好的是二女兒 不是她 不是我 她去比較久 她會講法文啊 法文 西班牙文 英文 韓文 這樣不錯 那你二女兒 有男朋友嗎 當然嗎 當然 而且她發誓 她這一輩子 一定要嫁給黑人 蛤 蛤 真的假的 是 我... 杜麗今年幾歲 四十二 你四十二歲 還相信這種鬼話嗎 對 你很煩耶 實在是喔 我跟你講喔 因為我是 讓我影響很深 可是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我就是那個 已經到了這個酒吧 我就開了還不到六天喔 六天的時候呢 警衛那個 就是有人打了 小偷 有小偷 喔 就是你 沒有喔 我的店裡的所有的酒 不是所有的 大部分的酒 而且養酒 全部都是那個 從外面打開 全部都拖走 但是 很笨的是 我們這裡賣 最貴的 那一邊是 三萬多的 他沒有 沒有搶走耶 可是他 他偷了比較便宜的 沒有 是養一個威士忌 威士忌 對... 然後那個 他抬走的是 便宜的那個 那些東西是 扛走的二十幾瓶 喔 對 然後呢 這也是傻賊啦 對 但是後來就抓 想說這個生意可以做得好好的 然後呢 那個... 剛好我跟那個房東想要續約 因為那個時候 本來是只有前一年嘛 然後那時候十一萬多而已 一個月十一萬多 我說還OK啊 然後我講到續約的時候 房東開多少你知道嗎 二十一萬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這邊生意 因為很多這個原因 日本的餐廳啊 來到那邊開公司的人都倒了 因為台灣的房東看到你 人家聲音好的時候 開一下太誇張 就會趁勝追擊 不小心就這樣子 我聽過一個很賤的故事 但你們可以聽聽看 來 對 在安和路 但是就是外國朋友 但我就不講哪一家店了 安和路也不長 是英國還是美國的朋友 然後再來開一個店 哇 生意都還不錯 對 然後那個房租一個月要十八萬 這麼高 十八萬 但是生意很好 那個店也還滿好 突然有一天 那個人跟我講 我...我那個... 我那個房東 到齊了兩年 然後到齊就不租給... 不租給他這樣 後來他只要去別的地方 找另外的地方去開店 好啦 結果那一個店喔 後來 那個房東怎麼說 說有一個... 有一個老外 有一個老外來 他用二十五萬的價錢 也簽了約 要租他這一個店 對 請他把這個店拿回來 租給他 對 好追喔 OK 那這另外一個老外 跟這一個人 就是朋友 就是他的敵人 簽完約以後 人就跑掉 然後 這一件事 就讓他沒有辦法開這個店 你說有多賤 好壞 好壞喔 好壞 而且... 而且這兩個... 這兩個人我都認識 改天我再把名字公布出來給你們 不用... 不用公布... 不然怎麼樣做我們生意 還是希望他們不要遇人不俗 真的想要創業的朋友 他們就是你們的借鏡 千萬不要走上他們的老路 要做生意找我合作 好不好 沒有失敗的 找我... 好... 繼續加油 謝謝各位 謝謝憲哥 謝謝你們分享 謝謝 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哈囉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強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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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